恭喜谷天悦!本人已亲自发文证实,多年付出终有回报。 说到谷天悦,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他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,都是毋庸置疑的。 从出道到现在,谷天悦出演的作品比比皆是,每部作品都深受网友粉丝们的喜爱,但是在这么多作品中,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,还是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杨过了。 虽然在此之后这个角色也有不少演员重新进行塑造,但是却无人能够超越谷天乐。 不仅如此,出道多年的谷天悦,一直致力于此身事业,据说至今已经在内地捐赠了上百所学校之多。 相比其他明星因一点善款便人人皆知的的高调做法,谷天悦却一直默默付出,非常的低调,真的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。 不得不说,能有这样的心态,真的是让人心生佩服啊。 尽管谷天悦如今在事业上风生水起,但是在感情方面却一直不运不火,已经年近50岁,却一直处于单身状态,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惋惜。 不过,在2018年年底,谷天悦的微博中出现的一张张亲密合照,却让很多人激动不已。 虽然最后只是误会一场,但是不难看出,对于谷天悦的感情生活,不少网友粉丝们还是非常在意的。 除却演员这个身份,谷天悦也是一位歌手,虽然作品并不多,但是却非常的好听。 时隔多年,谷天乐重回乐坛,评级与谢安琪合作的一首《一个男人,一个女人》和遇事,入围了最喜爱男歌手。 不得不说,谷天乐作为一位专业演员,能在众多专业歌手脱颖而出,还是很不容易的。 1月4日,谷天乐在微博中发文证实获得最喜爱男歌手奖的好消息。 据悉,这个奖是由香港的网友投票而来的,由此可见,谷天乐在香港的人气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啊。 看来,谷天乐多年来在各个方面的付出终于是有了回报,能够获死殊荣,相信不仅是对他唱功的肯定,更是对他演技,善举的肯定,真的是要恭喜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